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监视剂 Porkiz Icon LH5P2代 一直在想要不要做这期制片 虽然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在视频拍摄中 用到的器材和一些经验 但是对于监视器来说 我其实了解的并不多 对于索尼用户来说 我们买监视器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大 更亮 更精细的屏幕来监看画面 另外呢 外接监视器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功能 比如波形 峰值 自动inlet 变形镜头校正等等 而更贵的监视器就是有外露功能的路基 我之前用过Atmos的Ninjafire和Sinobi 还有就是Porkiz这款LH5P的一代和二代 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Icon这款LH5P二代监视器 我现在自己不管拍什么视频都一定要带着它 因为它有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功能 本期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Porkiz LH5P二代 和一代一样 标配一个塑胶盒子 只是二代里面这个盒子会比一代的更大一些 盒子里有我们的监视器 一条5Pin转DC的电源线 和一条mini USB转micro USB的线 一个2.4G天线 保修卡和一个U盘 U盘里有LH5P的中英文说明书和LUT文件 显示器是金属机身 裸机重量却只有250克 5.5寸高清屏幕量度高达2200明克 出厂自带709和85%的DCI-P3双角色 机身上有实体的菜单键和4个快捷键 内部有可调节的风扇 天线的位置也比LH5P一代更隐蔽 使用索尼NPF电池供电 也可以通过专用的5Pin电源线 外接其他电池或者直流电源 有两个remote接口 一个3.5mm的耳机接口 有一个USB Type-A接口 用来升级固件和导入LUT Poor Kids这个菜单 我一开始是不适应的 因为可以调节的东西真的很多 开机之后我们左右滑动 可以切换功能界面和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里我们可以控制 头像、音频、LUT、软件升级等等 功能界面里我们可以看到 两侧的功能按钮 底部可以看到HDMI信号 3D LUT、亮度、风扇、电池 功能列表、软件调试等功能 我们可以自定义添加 或替换两侧的快捷功能 这时左侧的前四个按钮的功能 会自动映射到F1到F4的实体按键 长按任意一个功能按钮 可以设置该功能的参数 这里的功能非常多 包括3D LUT、自定义峰值、波形图、直方图、图像翻转、菜单翻转、自动翻转、维彩色、RGB视波、HLD、导视矿、斑马线、十字光标、自由矩形裁切、变形镜头校正 总之该有的都有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今天我想介绍的功能是Porkiz的看家本领 也就是我选择这款监视器的原因 那就是无线控制相机 Porkiz LH5P2代可以通过控制线 或者蓝牙和WiFi 控制Z-CAM、BMPCC、佳能、索尼、松下相机 也可以通过Remote-B接口连接铁头原理登胶器 这个具体支持哪些机型 可以通过哪些连接方式 控制哪些功能 我们可以随时去查看Porkiz的官方更新 因为从我第一次接触Porkiz监视器一开始 这个列表是一直在变化的 目前支持WiFi无线控制的只有索尼相机 甚至对于A7S3、FX3、A7M4、A7C这些常用的相机 LH5P2代支持触摸跟踪对焦的功能 今天我就以更新了2.0固件的FX3为例 来介绍和演示一下 LH5P的无线控制索尼相机的方法和一些使用场景 首次连接我们需要进入相机的网络菜单 选择手机连接功能 智能手机注册 点击注册智能手机按钮 然后按删除键选择通过WiFi连接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组SSID和密码 我们下滑监视器进入相机的控制界面 选择WiFi USB 打开WiFi界面 添加新设备 输入相机显示的密码 连接成功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这个连接过程 A7M4也是一样的 A1、A7S3等其他相机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只要记住去选择通过密码连接就可以了 这个密码只需要输入一次 如果我们开启相机的始终连接选项 iOS 5P是可以自动连接的 无线控制功能开启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Record键开始停止录制 也可以控制相机的曝光模式 对焦、光圈、怪门、ISO和白平衡 尤其是我们可以通过触摸监视器屏幕 控制相机进行实时跟踪对焦 使用方式和在相机上触摸屏幕一样 我们只要在监视器上点击巧追踪的人或物体 就可以完成实时跟踪 这个无线控制相机的功能真的非常有用 拍摄视频 我们在拖不到相机屏幕时 只需要通过触摸监视器 就能实现大部分的常用操作 比如我一个人在录制我的视频节目或者录开枪时 使用这个监视器 我就不需要来回走动去调节相机参数 尤其是腐蚀机位 相机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有了这个监视器 我就可以通过一个舒服的方式来监看画面和控制相机 还有一个场景 这个功能也能发挥最大作用 那就是使用稳定器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稳定器时 很难通过用手直接接触相机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而且索尼相机在户外监看也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连接LH5P2代监视器 我们就可以通过点按监视器屏幕的方式来随时调节相机的参数 并通过触摸监视器屏幕来实现实时追踪对焦 这就让我们使用稳定器时 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索尼相机的对焦优势 而且在5.5寸2200尼特的屏幕上选择对焦点 比在索尼的屏幕上操作容易多了 所以现在LH5P对我来说利用率非常高 不管是在工作室还是在户外录视频 我都会用它来监探和控制我的相机 而且FX3更下的零固件以后 也可以正常使用无线控制功能 但不包括EI模式 希望Porkiz能够尽快为FX3 2.0固件加入新的支持 最后再来说说缺点 LH5P售价2699和Atmos的C6B一样 在这个尺寸的监视器里面真的算比较贵的 但这也不能完全算缺点 这就要看你觉得值不值 如果LH5P2代和C6B让我去选的话 我肯定会选LH5P 因为无论是亮度辅助功能还是无线控制功能 把界面和字体都设计得更高级一点 更细腻一点 这样也就能让这个非常好用的监视器 变得更加完美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Ian 感谢观看 明镬 PIBOC 这个写望